毛主席讲过 和孔子齐鸣的第一顿圣人 你又没有听过是谁呢? 这个圣人原来懂得写文之外 还要是一个专业抗工 亦是一个半专业的医生 读读书为何会去写文呢? 还要出版中国第一本用白话文出的小说 《党师教室》开课啦! 《党师教室》 今天我们想讲讲的 当时最有名的大文人之一 鲁迅 鲁迅当年被毛泽东称呼为 和孔子定列的第一等圣人 这个大文人的童年是很有趣的 本名是姓周的 叫张寿 上一集也说过 那位蔡元培校长的同乡 同样是浙江少庆人 1881年出生 鲁迅家可以说是孙香门帝 是有钱富二代 他老公当年考过进士 亦在汉林院当过官 本来鲁迅出生这么有钱 但他老爸考功名时 他老公向主考官行贵 因此入狱 所以鲁迅10岁开始突然加道中落 即是我们以前说的破洛湖子弟 当年家里的变故 到鲁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鲁迅自传也有写的 他因为家道中落 所以1898年时 只有17岁的他 为了继续读书 被迫离开了他一直读书的三位书屋 他自己改名叫周树人 离香别井去到金陵新式的学堂 江南水师学堂 为何要继续来这里读书呢 是因为当时这间学校是不用给学费的 当年其实始终认为读书 应试才是正路 去这些学校学阳务 在社会上是走投无脑的人才会去的 社会甚至觉得 是将灵魂买给羊鬼子 会加倍的席落和排斥你 但当时老顺先生根本是没选择的 而且当时学校老师思想上都是陈旧迷信 对阳学只是照本宣科 即是对本书读教学死板 连教的东西都分分钟是错的 例如他说过 当时老师真的跟书读 他就会教他这个世界有两个地球 他们就是东半强西半球 其实听完你会不知道他说什么 还有一个好笑的是 他本身这间学校是一间海军学校 学校原本中间有一个大泳池 但意外有两个学生浸死了 所以他们把泳池填平了 令这所谓的海军学校没得练水 读了几个月后 老顺就考入南京的矿路学堂 这间学校主要的目的就是和名字一样 是学习采煤这些矿路 功课就以矿路为主 也真的会落井工作 老顺觉得很新鲜 在那间学校读了三年 正经经地学到矿学 地质学 测算学这些实用的技能 最重要是学了德文 本来他打算毕业 做了一名专业的矿工 怎料毕业才发现 找不到机会一展所长 最后20岁的老顺 就去日本一间 为中国留学生创办 促成性质的学院 叫做东京宏文学院 老顺和许秀堂 涂成将一班浙江籍的留日学生 那时被分离到同一班 在东京组织了一个浙江同行会 就决定出版一本百科传书的月刊 叫《浙江潮》 这本书成为了留日学界专专革命的重要行物之一 在浙江潮中 老顺用笔名《索子》 在1903年发表了近万多字的《中国地质略论》 在中国首次用到《侏罗记》 这些地质年代中文名字 全部由老顺去写出来 例如我们所说的《圆人》、《化石》 这些字眼是由老顺去提出的 1906年 专业的抗工同学老顺和同学 出了一本书叫《中国抗产子》 这本书在晚清和民国初期 都被指定压为《国民必读》的参考书 在学习期间 他觉得西医对日本卫生有很大的帮助 他觉得我要报答国家 要毕业后可以回到国家服侍人民 他觉得中医有很多错误 有心也没有心也有很多误诊害死人 好像他父亲是一个被黄鹿医生害到的病人 所以他决定了转学去先台医学专门学校 去学医 可惜他学了两年 我没有记错 他没有顺利地做一个专业医生 因为他有一次上医学堂的时候 当时他老师在播片 我们小时候看到校共一部电视出来 就很开心的时候 但他看到片中 中国人在日俄战争中被日军捉了 如何枪毙他们 如何斩头 他当时觉得 其实我们中国人最需要医治的 不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要医治的是我们的思想和精神 所以当年他已经很倾慕苏联和极左的社会主义理想 决定了转学文艺 要用文章去叫醒中国人 之后到了1909年 接近30岁左右 他回中国从事教育工作 鲁迅就是这样 做了14年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公务员 之后蔡元培也有请过他 去北大有空弄几堂书教学生 期间他有帮忙设计了北大的校徽 现在北大还在用校徽 就是有北大两个字 有别于厦门大学 他也在厦门大学教过 厦门大学那里 现在门口里写厦门大学四个字 其实是他们找回老迅自己的书法手稿 找回厦门大学四个字 集在一起 变成一个标字 所以北大才是老迅先生亲自写的 另外 另外就是台湾现在通用的 国语标音的注音符号 就是电脑旁边好像是贾文 那种东西 其实就是来自老迅、前元彤、许秀堂 透过张泰盐的记音方法发展而成 也促成教学部通过 再发展到现在 在1918年正值五四运动前夕 珊默六岁的老迅 首次用老迅做笔名 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史上第一篇用白画文创作的短篇小说 《狂人日记》 也因为《狂人日记》成为了五四运动新文化的主将之一 之后也出了不少著名的小说 例如《阿Q正传》 《狂人日记》 也有《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 也有《名堅》 例如《祝福》 也在那里写的 另外 其实老迅的弟弟 周作人 也是一个很出名的作家 周作人跟他一样 都是去了日本留学 在日本娶了一个太太 《语泰信子》 周作人后来 就是跟老迅两个反面 其中一个到火线 就是周作人 就说老迅就调戏老婆 但其实 两个大家看看他们的文学上走的路线 是很不同的 第一 其实文学这么多年来 都有一个争拗 就是 究竟文学是应该反映社会 反映思想 还是可以有纯理学的呢? 周作人 就是相信文学是有纯理学的 老迅就认为 文学是应该要服务社会 所以老迅的作品 就是不断揭示这个社会的黑暗面 到后来 两兄弟走的又都很不同 老迅到晚年 积极地提倡国防文学 就是要抗日的 周作人就去了汪精卫艺政权 做教育 到了1926年2月18日和19日 当时老迅也离开了中国内地 去了香港 在上环基督教青年会礼堂 现在红砖屋那里 说了两个题目的演讲 一个就是 《无声的中国》 《无声的中国》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以前大家 不写白话文的时候 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 所以他最后一句 在演讲中 他说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 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 一是就写掉古文而生存 另外一篇就是叫做 《老调之已经唱完》 他也是推广新文化 就是说 我们不应该再去 拥抱所谓的传统文化 他就说好像 鬼佬来到中国那样 很喜欢买一些孙之家司 又要穿旗袍 他就觉得这些是好中国 但中国人是不应该抱有这种思想的 大家看到 现在国家 都是提倡很多传统文化 但是 现在的时代背景 和以前是完全不同的 以前那时候 很多人是抱着 我们的传统文化 而不肯接受新文化 现在 其实 我们经过差不多一百年的改革 我们看到 其实传统文化 和新文化 是可以并存的 所以《老讯》当时说这件事 你又不可以放在今天那里看 《老讯》 做了十几年公务员 就慢慢见到 蒋介石政府做的坏事 到最后 其实他都离开了政府体系 后来他去北京师范大学 做过校长 又去过校模 像中山那样 在不同的学校教过书 到晚年 他到上海 就开始加入批判 这个蒋介石政府 之后 还加入了 左翼作家联盟 和中国文权保障同盟 到后来抗日时期 就刚刚Ellen说了 国防文学 和一群文人 搞了一个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想用文学去激发中国革命 成为文化革命的旗手 1932年松户战争爆发 老讯和周健仁 即最小的弟弟 两家人 十口住了去老讯的日本朋友 耐山原造创漫的 耐山书店三楼避难 如果看很多老讯先生的作品 他经常提到 耐山原造和耐山书店 到2月6日 老讯和周健仁一家 和伯仁搬到公共租家 内山书店分店避难 其实老讯先生 跟他当时很多人一样 在乡下也有个老婆 在1906年 当他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的时候 他就被妈妈推了回去 就说没有病速归 就是说 喂 妈妈病了 快点回来 这样的电报 叫他回来 就娶了当时28岁的朱安 但是他和朱安 就没有什么行过夫妻之事 到他去了北京教书的时候 他当时一个女学生 许广平就考入北京 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 国民系奏学 成为了老讯和他的朋友 许秀堂和易培基的学生 1926年毕业 老讯就和这个学生共鞋连理 最后就收成证果 生了一个儿子 叫周海英 许广平和香港有关系 香港很著名的演员 就是许广平的外生 他叫许绍雄 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许广平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府联主席 民联副主席 到1954年9月他出席 全国第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 讨论宪法草案期间也有发言 到1936年 老讯在上海是因为肺结核病去世 中年55岁 不过他留下了大量的文章 是为后世所传重的 所以在国内的中史学生 都有句少话说 一怕文言文 二怕写作 三怕周树人 说到老讯先生的作品 可以推荐一下 例如他的艺自由书 和他说他童年仪式往事的招花直十 招花直不是译书那本 是老讯的 还有他一本 用散文施写出来 叫做野草的一本集文集 老讯他死之前 亦有一个很有趣的遺分 刚才提过他有个儿子叫周凯英 周凯英就是在上海出生的婴儿 他说如果儿子是废的话 就叫他去做一些实事 不要搞那么多事情 就千万不能做一些空头文学家 就是一味吹水 但是没有什么实力的人 老讯先生也到了晚年 是积极地推动年青人 去学习木黑的版画 有很多比较全世的作品 当时就是用这些版画 去深刻地描述中国社会的黑暗 另外说到最后 老讯的横眉冷堆千夫子虎手 甘围玉子牛 这就大家很熟悉 有一句 其实经常被人形容来说 各共合作的就是 杜晋杰波兄弟在 相逢一笑闻恩仇 这句其实也是老讯先生的作品 这几集 我们讲了四个 对中国历史有深远影响的文人 不知道大家对哪个印象 比较深刻 下集开始我们讲一下 一些学界以外的伟人 还有大家留言想听的人物故事 下集再见 拜拜